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哪个地方 我在一个城市吃饭 结果服务员居然是出我 要请我喝瓶啤酒 我说没必要 我自己喝算了 后来他说能不能帮个忙 我说怎么了 他说呢 他有一个朋友 被抓了 他说其实不是我朋友 是我老公 就是把一张银行卡借给了别人 一个月收两千块钱 都被抓了 他说就拿了两个月的钱 四千块钱 因为家里特别穷 所以把两张银行卡借给别人 收了四千块钱 他说这个 你觉得要坐牢吗 我说很遗憾 肯定是要坐牢 他说怎么办 我说那没办法 我说那找律师嘛 他说我们也想找律师 但律师实在是太贵了 问我能不能帮他推荐一个律师 我打开我的手机 从头找到尾 没有一个便宜的律师 而且那个城市还是个一线城市 所以我从头捋到尾 我说这个大概收多少钱 这个收多少钱 这个肯定没有哪个律师会接这种小案子的 对他们来说 这极小极小的案子 哎呀 所以后来没办法 看着别人准备请我喝一瓶啤酒 我给我一个学生打了电话 我有一个学生曾经十年前在我的诊所课 我很欣赏这个学生 后来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说他现在在这个城市最高的楼 有一层独立的办公室 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很高兴 他说罗老师你终于找我了 我说给你介绍一个案子 他说罗老师介绍的案子 那肯定是大案子 我说那当然大案特案 最后我给他说了 他说罗老师 我已经很久不做刑事案件 我说那你以前刑法学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最后他没办法把这个案子给接了 最后还是不错的 后来这个小伙子判了一个缓刑 还是可以 所以这就提醒各位 方性罪一定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各种东西出嘴 你就花了就赚了四千块钱 你想一想 你律师找律师你都不值这个钱 是这意思吧 所以我也希望同学们今后做律师的时候 都能够赚大钱 当然在赚大钱之余 每年也要多做 也接几个这种为穷人打官司的案子 因为其实真正需要帮助的很多人都是穷 都自己看 好